美国总统大选将至 网络有关候选人的虚假新闻 甚销层上以及选务人员和投票现场 面临着日益增长的暴力威胁 针对这一问题 少数族裔媒体服务机构EMS 于10月18日召开网络会议 讨论了确保选票安全 和保障选举工作者的必要措施 与会专家们指出 近年来针对选举的暴力威胁 呈上升趋势 选务人员受到的恐吓和攻击案件 也不断增多 来自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教授 Robert Pepe表示 自2021年以来 支持政治暴力的民众比例显著上升 这可能会对选举安全构成直接威胁 美国妇女选民联盟首席执行官 Selena Stewart在会上特别强调 美国的选举系统是全球最安全的之一 拥有完备的监管措施和多层次的防护 然而她也指出 一些外部因素如恶劣天气 选举设施变更和投票地点的突然改变 仍可能对选民造成不便 为此选民需要提前检查投票站位置 和登记状态 确保顺利投票 Checking vote for 1-1 will provide up-to-date information in terms of where you can vote where your polling location may have moved how to get your ballot if you have moved or if your house is not in a position to accept mail and all of those things so I hope that that is helpful for people just to know what they can do and always always you can check lwv.org we have a ton of information on our website to help but also just plugging into those local entities is certainly an option 在会议的最后 布列南司法中心选举权 与投票项目顾问 Andrew Garber 强调 近年来多个州通过了 旨在限制投票的法律 这些措施往往对少数族裔选民 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 他呼吁选民提前了解 各州的投票规定 包括邮寄投票 提前投票 和选举日投票的选项 此外 他提醒选民 制定详细的投票计划 一定在面对可能的变量时 依然能够顺利投票 全美电视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外面对方的连行 在内面对方的连行 在内面对方的连行 选顺利投票计划